部長 一方面他當然是在台灣行之有年 那另外一方面呢 也有在整個對地方政府行政管理上面 是確實比較容易進行 但是以這個國際人權兩公約來講的話 如果明白寫業必歸會 卻又會有違反兩公約自由結社的這個可能性 所以在這一次檢討過程裡面呢 就修成以一會為原則 但是意思就是說可以有例外 那麼當有兩會的時候明顯不得相同 相關的這些團體 對他們的會員 以及不加入該會的會員的同業 真的意見非常的大 有所謂的免費 你公會團體 他可能涉及到的是會員的權益的爭取維護 然後他爭取到這個會員應有的權益 或是潛意的時候 他不可能說會員才能獨享嘛 因為是同業就可以共享嘛 但這個時候freerider 他搭便車啊 反正我不入會啊 我不繳費費啊 我甚至不接受他們公會團體的醫術啊 這個時候他雙重好處 好處有的時候我有 我不要付出代價 第二個 對會員有所耶穌的時候 這是一個市場 是一個這個產業的倫理 是一個市場的秩序問題的時候 他可以不受耶穌 所以你講人權講自由 越不歸會 越不歸會就有這樣的漏洞 不是強迫他入會 而是既然他已經屬於這個產業 他這個產業有他的 這個市場的產業的倫理 市場的秩序 他應該去加入 該 這個團體 以前是只有一個團體的時候 就說被壟斷嘛 所以我不加入嘛 會會 起諸會員沒有用在會員身上嘛 第二個 會物被壟斷嘛 所以少數人呢 決定多數人嘛 等等等等 有這些爭議 但現在因為你這個社 你這個團體 已經開放自由化了 這個時候呢 我認為AB規會 有需要 以不同的角度 來思考 不然的話 這個freerider 就是 大家免費變車的 這些投機者 第一個 他只想全力不盡義務 第二個 在產業的倫理 市場的秩序上面 他是一個 法外的 自由者 他不接受規範 所以對我們 該產業應有的 智序倫理的一個維護 他是一個破壞者 像這個考慮 是不是要研究一下 第二個 比照國際 國際 像法國 就是AB規會 我的了解 我以前在當立法委員的時候 去考察的時候 他們的商會 為什麼權力那麼大 商會的總會長 幾乎 跟他們的總理的地位 可以並駕齊齊啊 在社會上受尊重的程度 可以並駕齊齊啊 就是因為他們的會員 幾乎攔蓋了所有產業的 百分之百的一個個體 謝謝委員的指教 我們會去了解 但是對於有些國家 它這種統一一個公會的情況 究竟是因為法律把它規定出來的 還是民間團體自行運作出來的 這個是我們要了解的重點 對 因為如果是民間團體自行運作出來 那本來就 也是在我們容許的範圍 所以這個就不會違反 但如果是法律訂出來的 我們就要了解一下法國 他們自己有沒有面臨 這個違反兩公約的情況 好 這個做一個國際的研究啦 是 那如果國際可以 我們為什麼不可以 是 因為有這個事實上的需要 是 現在有大部分的 這個從業者 或是這個業務 的這些經營者 他們是願意 正常的 是願意加入這個公會的 好 但是只有少數投機分子 好 他是不願意 那以前有理由 好 以前我不強力去推 這個AB規會 我也看到 部分的 這一個團體是被 少數人長期壟斷的 好 因為法律規定他 然後他 歷史傳承呢 變成他 一直 這個 獨一無二 所以 你加入他 改造不了他 改革不了他 反而受他 守耶穌 好 到現在你自由化了 好 你 足夠的人可以成立另一個會嘛 對 好 這個時候 AB規會 真的有需要檢討 不然的話 對剛才我所提到的 freerider 好 那些投機者 好 他真的 這個大家拿他沒辦法 好 所以這一點 請內政部這邊 自己專業研究 研究過如果可行 那我們就提修法 統一全國就是AB規會 接受這個產業倫理的規範 接受市場秩序 維護必要的一個A數 我想這個對我們的這個 整個市場的效力 公平 是有幫助的 是有幫助的 為什麼有脫工減了那麼多 為什麼有黑心 黑心貨品 如果有公會的管理 黑心貨品 公會自然的就會去 這個A數他 為什麼 因為他內幣七組兩幣 因為他破壞 破壞他這個市場 這個應有的這個品質公平 所以會透過自律 透過他們會晤 會內的團體的自律 把這些黑心資本把它清出來 那對整個國家的這個商業 整個國家市場的 這一個品牌 台灣就是一個 這個同手無欺 台灣就是一個 這個單利價格 就是一個透明公開 很有效率的市場 這一點往正面去思考的時候 既然今天我們的結社已經自由化 人民團體不再說 同一地區只能有一家的這樣傳統的 這個限制 已經解除這個管制了 我們認為進一步的對會員的 對會員的這個 這個全力義務 如何做到 讓個體得到公正的待遇 讓團體得到應有的效力的保障 這一點是月必貴會應該研究 是的 如何避免有所謂的那個 搭免費便車者的現象 這個是我們可以去詳加研究的 因為我們最終的目的是要一方面保障 團體的自主角色權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們也希望 如果說能夠有一個統合的民間團體 來作為跟政府爭取權利義務的一個主體的話 是會比較好 有集體協商的 對也有集體協商的一個價值 是的 民主化不能個人行動 民主化就是要有組織 也有組織 因為它那個共識 它的公共意見的這個形成過程當中 就是民主機制的運作 不能說我想到什麼 我一個人 我在地方遇到一個個案 講給你你都會笑壞 他去告政府 說侵占他的土地 怎麼會侵占他的土地呢 結果到檢察官那邊 這土地證明是你的 他說日記時代 我祖父就住在那邊 那有沒有所有錢呢 沒有 因為被政府侵占 所以沒有 那你現在憑什麼告啊 他怎麼講呢 因為那一個土地所有錢人啊 是寫台南市政府 我是台南市民 所以我就有一份 既然有這種人 有這種觀念 然後 法 這個檢察官也要收案了 也要接案了 然後我們公務員也要去作證了 也要跟他打官司了 你說荒唐不荒唐 那檢察官說 不告不理啊 有告就要理啊 也許他有理由啊 你看用這樣的 當然他不急速啊 當然不成立啊 但是他第一次就不應該發生啊 就應該跟他簽結啊 結果這個老是告 告這個單位 告那個單位 我看了 而且好幾年來都聯繫的 那一塊地 那一塊地 就這樣搞 是笑話 但是他存在 所以 該統一的 該明文規定的 A B歸會這個問題 要嚴肅 重新來思考 我想有他正面的價值 不要說 談到自由 金人不能自由 學生有些不能自由 自由受到某種限制的事實 是存在的 自由必須受到某種限制的理由 也是存在的 那為什麼A B歸會就不能碰呢 A B歸會就不能談呢 A B歸會就不能規定呢 我想是有問題了 是不是這樣子 謝謝委員指教 這相關問題 我們在立法過程裡面 都有討論過 我們也會盡量注意委員 剛剛所講的那些負面的效應 再來提到人民團體 政黨就是人民團體 對不對 目前政黨是人民團體 正黨是人民團體 好 現在人民團體都希望他自律 嗯 希望他內部 能夠 透過這個會員的相互A數 嗯 但是他涉及到公益性那麼大的時候 涉及到公權力 後續要行使的時候 好 好 初選 嗯 政黨初選 你不去規範 現在不只民進黨有問題啊 裡面國民黨有問題啊 內部出來 你看 為了初選不公 轟轟一役的案件越來越多 那例如說我們現在規範的 在這個選霸法 規範到初選的部分只有會選問題才規範到嘛 但是選舉相關的合理公平啊有效啊等等不只是會選才是問題嘛 對不對 抹黑造謠 破壞 人的名譽 也是 影響當選 的 條這個重大 重大問題 或是重大事項嘛 你說這個人很爛 齁 這個人有什麼問題也沒有證據 齁 那你要去自己洗清 齁 這個人人品有問題 這個人操水有問題 這個人感情有問題 所以那麼一大堆造謠抹黑 然後都不受到選報法規範 出選的時候不受到選報法規範 那現在政黨政治形成啊 很多地方 為什麼 合算的太多 派算的太多 因為黨旗一拿出來幾乎就當選了嘛 國民黨也有某些地區是這樣 民進黨也有某些地區是這樣 所以在出選的時候 反正我不必負法律責任 反正我不必付出成本 所以我敢拿著 我就抹黑我就造謠 他作為一個公民還是有負相關法律責任 但是那個事後那個毀謗啦造謠啦傷害這些都有 那都無激意識啦 冬棋那個人抓到喔 酸條啦 齁那都是無激意識啦 所以我現在要跟部長討論的就是說 內政部是不是要去討論 在出選的這個階段 在出選的這個階段 選罷法有必要規範的範圍程度 是不是應該檢討 應該扣大 應該檢討擴大啦 因為問題都出來了啊 向委員報告 不是在選罷法規範 因為選罷法是對公職人員的規範 那麼政黨內部的這個產生候選人的機制 如果要有所規範 在政黨法 在政黨法 但政黨法裡面 該不該做這樣的規範 過去我們召集學者專家 以及政黨代表來開會的時候 大家對這一塊並沒有這個共識 本來是會擔心國家的公權力介入太深 問題提出來啦 這個遲早要改革啦 今天不改革有一天會發現說 哎呀那時候 聽西元的意見就好啦 找改革就好啦 好民調 世界上找不到第二個國家 初選是有民調的 好 你哪一個國家初選有民調 台灣開始啊 好 那民調的有效性 民調的公正性 在哪裡咧 民調的客觀性在哪裡咧 好 問題一大堆 好 你參與過民調初選的人 你就知道說民調 真的不是想像中 那麼客觀公正 好 是有操作空間 那誰可以操作 好 那就 就因人而異 因似而別啦 好 但是結果呢 就是不 就是不公平的選舉 嗯 就是一個 非真正有效率的選舉 這影響我們民主的品質 影響我們民主的深化 好 這個相當 相當大啦 好 所以至少你民調公司的 這個透明性 民調公司的客觀性 民調公司本身的效率性 應該接受 一套 好 必要的規範 現在民調公司 就是跟一家 好 雜貨店商 這個便利商店一樣啊 一申請就有啦 那我這個政黨 又交給他 就交給他啊 那他是怎麼來的 齁 通通沒有一個公準耶 這個不要規範嗎 營業也要有一些社會責任 齁 企業責任的規範耶 那民調公司 他富起的責 政治 齁 政治的權力那麼大 他黑箱作業 我不曉得說哪一家黑箱作業 但是有時候你看民調出來反方向呢 為什麼這一家跟那個反方向很奇怪呢 齁 所以經驗到此 經驗到此齁 齁 我們對民調所有的過程 包括民調公司 一定要有一套客觀標準 齁 公開的一個規範 一定要 這不能不去規範啊 齁 不然這政黨內部也可以因為派系的運作而行私啊 而造成不公平啊 齁 這真的是有這個問題啊 齁等等啦齁 好謝謝 謝謝委員指教 謝謝許天才委員 請江一雄委員發言